现在已经来到了断桥 我们来看一下往日熙熙攘攘 游人如知的断桥 西湖石井断桥传雪 康熙大地下江南的时候 提写的断桥传雪 断桥呢是在白堤上面啊 是在白堤的最东边 断桥最初他是姓段那个段 断桥为什么叫做断桥 断桥原来叫断家桥 这是真的吗 吕姐姐的铺门游记为你揭晓 请点开头像进入主页 查看文章栏目 它就是一座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座石头桥 这座桥是修建于五十年代啊 已经和传说当中的断桥 完全没有关系了 它留给人们的只是传说中 白娘子和喜仙的故事 断桥也是西湖上的三大爱情桥之一 西湖上还有另外两座爱情桥 大家知道是哪两座吗 所以断桥呢也成为很多情侣 来这里手牵手拍合影的地方 虽然现在已经是开放了 但还属于疫情期间 所以说游客还不会很多 刚风筝的大叔叔已经出来 开始玩了 西湖的游船都在这儿静候着客人 但是游客都不多 师傅现在都能坐船了 一小时多少钱 一百五一小时 不分人吗 三个人好多 也就是说几个人都是一百五吗 最多三个人 最多三个人 一个小时一百五 两小时三百块 两小时又便宜吗 不便宜 现在游船也开放了 游客可以选择乘船来观赏西湖 这个时候倒是蛮不错的 因为游客少 你可以独揽整个型 船工师傅都很辛苦 中午就吃点自己带的饭菜 因为最近生意惨淡 他们在这里待一天 可能都接不到一单生意 所以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所有的景点都恢复正常 大美杭州欢迎大家 这鸳鸯好漂亮 来看一下这就是鸳鸯 那个花的肯定是男的 这个是女宝宝 男宝宝站在那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